但當然我內心真正最感謝的 其實是我爸爸 我就是都會打給爸爸 他就說喔 是喔 你問那個你有開車嗎 那個利友哥那個爸爸說 他載小巨蛋 啊可以去載他嗎 而且啊 但是為什麼不要提早一天跟我講 因為我的車 因為我的車沒有去洗車打蠟啊 朱大哥親身來我看一個 我會說我真的腳麻 第一次的對唱情歌 跟利友哥一起對唱 跟你秀名名 那我那時候非常的緊張 他錄完之後 他坐在那個錄音室的外面 陪我錄完那首歌 但是我覺得也是因為有利友哥 當時這樣坐在那邊 跟我的製作人一起教導我 那一次錄 跟你秀名名名 朱大哥是不是也去 對 他也有來 我錄帥沒造型 因為我看到這麼大牌都沒造 你沒造型 是因為朱大哥還沒造 所以你會啊 換世紀 不是啊 你覺得看那個 那個聲音都還沒造 那個普通人先造 朱大哥親身來 我看一個 我會說我真的腳麻 真的 真的 朱大哥他住在電視 有時候亂換 他都不按牌理出牌 是真的 我們秀名公司在台南 結果朱大哥那天去都沒有通知 公司像他們兩個學生 他又穿那種外套 又穿沒有了 這個重點又穿沒有了 結果 我們公司的對講機就餓了 你知道嗎 你是什麼意思 對 我們那個皮膚的 請問哪裡走 來 朱大哥 我得高粱了啦 黃 我皮膚 不要插他你知道嗎 這不是真的假的 你說是早的 不是啦 因為那吃到 那高小孩都會餓那個來玩 你知道嗎 不要插他 朱大哥在那裡等了 等一下 一分鐘就 怎麼沒辦法開門 又一次 第一 欸 我的高粱 我跟妳老闆很好的啦 這時候 回家說 這個小孩也很快 還堅持說他是在高粱 結果我們 結果我們回家 跟我早上去跟我們老闆的兒子說 他說 朱大哥 因為那個真的很容易 因為都沒有通知嘛 而且大家都會學朱哥亮 對啦 對 我也要學 我也是第一次 你們是怎樣啦 我騎幾步 我在高粱 我跟你們老闆很好的 你們都不... 你們都不開 你們都不開 這個時候 回家跟那兩個老闆的兒子說 對喔 我們不是有監視器 來看監視器啊 結果三個會看 哪看小看的 屁屁 帶來這樣 這塊是真的 開始後來說 結果是我們老闆的大老闆 他說他看到朱大哥騎那麼久 還那麼久都沒有開門 他說當有腳 我們老闆說看朱大哥這樣 他摺腳都 對頭 朱大哥說什麼都印好 那那時候我下通告 或是日常生活 我就是都會打給爸爸 他就說喔 是喔 你問那個有開車嗎 你有過想說是怎樣 有沒有 通常問說我有開車嗎 有了有了 他說喔 你叫他來那個小雞蛋的對面來接 一切都是沒有安排好 不安排 這真的沒有安排好 不行啦 大家不能讓人家知道他的行程 然後我就轉過去 我就跟列友哥說 那個列友哥那個爸爸說 他載小巨蛋 可以去載他嗎 可以啊 但是為什麼不要提早一天跟我講 因為我的車 因為我的車沒有去洗車打蠟啊 我要來接身耶 我要來接身耶 結果因為車都不洗了 有比較垃圾 結果也是 老大會怎樣 結果老大會你知道嗎 只要我告訴你 他在那個小雞蛋對面 南京東路那裡騎衫 那時候剛才會補五點五六點 台北騎那時候是尖鋒四個 車子很多 那路 誰人來人往 你就看一個超級巨星 有多人站在路邊 攤車 你一個漁夫帽 都沒有人人 人人出來這樣啦 結果就穿車子 我沒有騙他 他一直穿車 我 真假的啦 這麼緊張 我都很緊張 很緊張啊 哪有可能 我是在做房 在床坐我旁邊 開開開 朱大哥 朱大哥發現我好像 路不是很熟 又緊張 朱大哥 你只要很少開車 朱大哥 對啊 路好像不太熟 你知道嗎 怎麼熟就 他要帶我去那個 雞家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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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春路那間 長春路 對 我怎麼開就是 我怎麼開就開了 出台北市 那個 小巨蛋那附近 還要陷入車鎮 那一步 那客人車在宜家 有一個太太 有一個大姐 抓一支 我跟他陷入車鎮 你知道嗎 前後都動彈不得 他怎麼走來 指揮 敲你的窗戶 意思是我們把他撞到 朱大哥 朱大哥不敢開 他看他 你看他 朱大哥 你現在最感謝的人是誰 當然我內心真正最感謝的 其實是我爸爸 也是爸爸 爸爸他在我的生命當中 他扮演得太重要的角色了 他給我太多了 因為他跟我分開很久 他也沒有說這段時間就是 直接給你一筆錢 他也不是這樣 他是幫我開了一條路 然後他也在他的身教 譬如說我在旁邊陪他錄影 他讓我看到 他在意 當大家都放飯的時候 一般主持人不是就進休息室了嗎 可是爸爸不是 爸爸都 會去關心舞群吃了眉 然後那些現場的 這些工作人員吃了眉 因為眉他認為一個好的節目 一定是所有的人 一起出來的 所以他會去問 去尋大家 都吃飯了 大家都吃飯 他才去吃飯 他希望大家都可以吃得飽飽的 然後繼續接下一場 對 所以他在演藝圈 真的教導我很多 然後 還有最重要的就是 他留了非常多很好的 人情給我 嗯 就是很多人都秀花蓮噴 嗯 然後都對我很好 然後也很疼 我第一講完我都很感動 秀花蓮噴 真真說得對 對啊 再來喔 好幾次 生這個女兒 我說的 還沒嚇開 對啊 謝謝大家 其實朱大哥真的影響我也非常大 以前我們主持節目 總是覺得我要讓別人哭 感動的時候就是 你就是一直戳他的臉 對 有一次我跟他一起主持的時候 我就想說好 我要努力讓那個來賓哭 我就一直在講啊 怎樣怎樣 他突然間叫我起來 我把他坐在這裡 他說來你起來 錄影耶 我想說怎麼突然間叫我起來 我就起來 你坐在這裡 他就叫我過去 然後他就自己訪問 後來我不曉得我到底做錯什麼 我嚇死了 然後一下來他才跟我說 我們不要害怕 我們在待給我們歡樂 對 後來我才驚覺說 對 他已經很可憐了 我為什麼還要一直在強調 你好可憐 你真的很可憐 對 所以覺得要傳承爸爸這個精神 就是帶歡樂 做給大家 他曾經有跟我講過 他就說 我們做藝人 不管我們宿舍有多辛苦的事情 我們上台就是要有我們敬業的樣子 對 那菁菁今天就把你對爸爸的思念 真的 上給大家聽好不好 好 OK 那我要帶來這首 這首我的爸爸 來自我習慣了 你和你自己做的事 我愛不買你 你和我一直在搖 你和你一起看你 你和我一起看你 一首美麗的情歌 你是安眠的江山 叫我向前面湧湧騎在這 一句我的爸爸 一雙手的我走好為我東風山 你是我的爸爸 你的心靠好啊什麼都不驚 一句我的爸爸 你總是點點來追君的苦悶 你是我的爸爸 我买後是人家叫你起聲 爸爸 你是我的爸爸 我买後是人家叫你起聲 爸爸 我問你 你的股票 我自己有聲明 但是我現在的 我可以去哪裏 我可以去哪裏 我可以去哪裏